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私人的公司iSpace 将一个登陆器摆上月球 当然要测试一下 整件事是否成功 大家都是去关注的 但有些可惜 在几天前 4月25日 星期二的时间 它在着陆的时候 附近一个地区似乎失去了联络 失去了联络之后 大家认为应该被解除了 所以 登陆场面是不成功的 它其实整个旅程 大概百多天左右 所以这百多天 大家都是相当紧张 所以到它着陆那一刻 都是有很多直播 都是看着的 Anyway 这次这个登月的任务 虽然就不是载人 但是都是所有月球的登陆 其中第一步去做这件事 还有特别的地方 在于 iSpace 就不是属于日本的国营 或者是政府给大量资源 扔钱那种 属于一个民营的机构 去建立这种登月的情况 跟SpaceX有点相似的 这次我们也会分析 它当中的困难 或者它炒了的情况是怎样的 以及也会将这件事 这个计划 之后究竟会对日本 无论是科技 经济 甚至乎 军事力量上面 有什么效益和影响呢 今天都跟大家分析一下 好 大家记得 帮忙去like 和share我们的节目 也可以免费订阅我们《军武器言》和《科学新知》 这两个频道 多谢大家 好 说起陈博 说起这个news 我想大家都很关注 第一 究竟那个任务 可能那个任务的意义在哪里 第二 当然大家都会很关注 这些太空探索的东西 无论你登陆火星也好 登陆月球也好 它困难又在哪里呢 然后当然就会说 这次相信大概90米之后 就失去了联络了 最后的一里路 我们经常说 看上去就好像很快去到终点 但其实都是最困难的一段 通常都是 究竟那个困难的位置在哪里呢 我想我们的讨论里面一定要说几件事 首先它是民营企业搞登陆月球 不像一个国家这样不惜公本地去做 因为你民营去搞 一定就要想如何合乎成本效益 来去做这件事 即是就不会有很多余的over engineering 以及做得很笨重 通常就会做得很轻巧 以及看下如何能够用到最少的成本 来去做好这件事 也都要做得安全做得漂亮的 也都要成功的 当然最后的目的你要完全完成 就是你无论发射 去控制 其实就是这次日本又是冲不过一周 就是着陆了一下 着陆之后 怎样和外边成功的去企业 和外界沟通 就是整套事情就是这样一件事 不僅是日本去做過這個嘗試 大家如果聽登月計的話就不用說了 美國、俄羅斯 就算中國是世界上目前為三個國家 不是唯一 只有三個國家 就是能夠做到軟著陸 就是這件事是靚靚仔仔地放上去 然後繼續用得還有東西去發送回來 證明可以軟著陸 但是又有些國家是想完成這件事的 這次日本失敗了 如果說2019年 就有以色列和印度都嘗試過 印度、日本、以色列都需要在最後著陸的時候 你就可以想像到 其實你要做到軟著陸的時候 原來應該是整個工程中最考人的一部分 所以我想我們今天的討論 譬如日本這個任務 你不得不提著著陸的困難 以及掌握到這種著陸的技術 其實對於他們的整體上的科技能力 甚至很容易延伸到軍事的能力 其實是代表著它會強勁的那些什麼呢 我覺得很值得從這個方向繼續探討 是的 因為說起這次失敗的地方 就大概在上空90米的位置 是的 那個位置其實我們看上去90米 距離太空你由地球發射到它都已經在說100多個 traffic了 然後到林拉試了90米 雖然說我們地球經常都看到是百米菜跑的 那麼百米菜跑都真的是很短的距離 但是正正就是這個距離 其實都難得剛才陳博說的國家 你說印度、以色列那些全部都可以做到 洲際彈、導彈、核彈、核彈的國家 是的 它發射的問題 對火箭的運用的技術都有一定的技巧 我們經常說收放自如 放出去就很容易 但是你要怎樣去回收 將它放在地那一刻 舉重若輕這個位置就非常之困難 是的 你在這裏說 等於你叫一個人學踢球 你叫它狂練射球 就相對容易的 你叫它怎樣把一個很厲害的球 一下子這樣就可以拿下來控制 那個球很漂亮 其實才能看到球球月球的這些減 沒錯 其實完全可以放在我們這次說的這些登陸計劃那裡 我飯指就不只是說登陸月球 而是登陸火星一樣 甚至乎我會說登陸月球和登陸火星 是各自有它們比較難和容易的地方的 比如有些人會說登陸火星會比較容易 例如火星會有少許大氣層 所以你可以放降落散 令到東西減速 於是你可以省一些燃料去減速 留多些燃料去慢慢做軟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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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火星會比較難軟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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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 所以登陸火星的计划也会有它独特的难度 我先说一下登月计划的难度 无论是日本、印度和以色列都需要在最后落地 最后落地的减速 听下来就有90米 但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 大家看那些SpaceX火箭 它射了上去之后自己下来的靓靓仔仔 下来的浮台上站着那些片子 其实你会看到火箭在开始的时候 越来越靠近那个平台 越来越要去着陆的时候 它好像还是完全自由落体的状态 但是最后你就见到很适当的时候 那些火箭就开着了 就帮你把东西好像上集那样说 整个筷子靓靓仔仔的插在这里 一夜洞在这里 所以其实就是说 你要做个软着陆做得好 其实最后那段最小小的时间 是最困难的 你要掌握得很精准的 所以在这次这个运算里面 不同的国家基本上他们大体上 面对的问题都是 如何能够在最短的时间 做最精确的修正 好了 这里又要问了 其实我们也会问回行内做技术的人 他们也会知道 难的位置在哪里呢 就是最后那个时间是很短的 就是说你给那个电脑 去运算的反应是要很快的 但是最麻烦呢 在最后这个阶段 往往就是那个资讯量最密集的时候 你要收集得最多的资讯的时候 你开头就是电脑可能计算参数 那些参数没有什么变化 参数没有什么变化 变化不是很大 所以你不用计算得这么频密 但是你要去到就来碰到地下 哪里凸出来多点 哪里凹了去多点 你要全盘去很精准地知道 那个地形是怎样的 你要很频密射讯数出去 收回来来来感知周围的环境 你要摸得很频密 于是乎很多数据回来 然后你也要求他这些数据 可以在一个极短时间之内 得到妥善处理去计算 我们这些做节目制作那些 剪片的电脑机不够的话 就会变化了 甚至做Live节目的时候 你又要连线 有几个人一起谈 然后有些视频的时候又会变化 那些观众也不高兴了 但是如果在讲一个这样的 着陆的过程里面 不值得的 你一旦反应不了 反应不了 基本上就是呆了 就是整个完全硬着陆的 可能性就会太高了 所以你怎样可以精准地做到 不要过度收集数据 从而令到你给它那个 运算的元件 能够handle到这些数据 然后亦都适时反应 那这个就是其中一个 但凡这些这样的登陆 最难最难最有挑战性的部分 就是在这里 嗯 或者会不会那个环境 就是有时都会有些 就是预计不了的意外会发生呢 就是我们见 例如美国 就算它登陆 登月也好 就是登陆火星也好 这件事也不是一次架也行 没错 有没有一些东西都可以借鉴一下呢 就是可能 落到那个环境里面 就是有些什么 细致上的东西也会影响到那些成败的位置 在这里就讲了 刚才就是说 你要在最短时间之内去摸清周围的环境 然后做一个适当的运算修正 这应该是第一大的难度 第二大难度是什么呢 就正如你所说了 就是那个周围的环境是怎么样 你摸得很清楚 但是那个环境原来太极端 很多碎石在下面 还有其中一种的不差 你真是想不到原来就是这些什么 譬如说 开始花费太多时间去慢慢去减速 用那些这样的燃料用得太多 然后去到临时 真的要有燃料去慢慢着陆的时候 不够燃料 于是会有整个跌了 有很多这些例子是坏这件事的 就算上次以色列也是坏这件事的 我忘记了大家看最近这几年 也有那些太空现影 专门说回以前那个美国的太空日登月日报 那里就用人 就不是用电路了 用人来去控制那个太空艇 来去登陆月亮 其中一个就是令人最扣人心 而心惊胆跳的位置就是什么呢 燃料不够了 那些燃料仍然只剩下最后三秒 你再找不到着陆地点 去立即做着陆 我们就大家一起就硬着陆了 连人打算硬着陆了 那在机器登陆的时候 试过就是了 捱不住就跌了下来 那也是它那个运算控制得不好 或者选择那个着陆地方 遇到问题 令它再减 要选择另一个地方 但是怎料选择不迟 好 地形那里 刚才说过没有说过 有些地形就是它本身三成是这样 那月亮是不奇怪的 又运石坑的 火星也有很多不同的古怪地形的 中国那个登月车 也很可能就是被上面那些泥沙 拙住了 被掩埋了 令到它没有了反应 又有 很多这些地形上以往 我们预计不了的 等于地球 就不小心踩入沼杂 踩入流沙里 那就不幸的 但是有些是它的机器自己的因素造成 大家都可以想象 你着陆之前 你要开着那个反向噴射的人禽 那个火箭的 你反向噴射的时候 就有很多东西噴出来了 就令到周围去污里马叉 就产生很大的塵埃 就算这个无论你是发射还是着陆 你也是有东西潮着地面狂噴的 是 一大堆这样的东西出来的时候 你那个射出去到周围去感应周围的环境的讯号 它会不会将一些烟影坐在构石头呢 说得简单一点 就是你会因为你的噴射 令到周围的环境是变化了的 可能那个变化严重程度 是干预你自己的感应元件的操作 于是你能不能够很清楚地教导 这一个火箭 它上面的感应器 去认得哪些是信号 哪些是噴射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技术难关 所以你这个建制是说 无论就是讲了这些其中两大件 就是你怎样去令到那个感知周围 或者一个remote sensing 能够做得很正确 能够去适应到地形的变化 另外就是你本身那个状态 你的运算的元件 能不能够在这么短时间之内做反应 而不要轻机、不要轻机 就是这两个东西 你总是来自省开空的 但是你已经更了解理了 如果这样已经没够了 你也不认为是干预か 你能够去拿你的脸 但是你还能够去拿吗 你知道你也能够成为